绿灯行驶在快车道上 突然右方一台机车是闯红灯一面撞上 骑士松衣过后虽然没有大碍 但是他在四年前就患有罕见的疾病 走路还有手拿东西也都是非常的不稳 虽然轿车驾驶是非常的同期他 但是他同时也质疑 这样怎么可以骑车上路 汽车行驶在快车道上 明明是绿灯就在路口竟然一辆机车 硬是从左侧窜出来 驾驶急 骑士倒地安全帽也飞到半空中 救护车紧急赶到 骑士额头受伤流血 还好可以自行站起来 不过他走路一搏一搏行动不便 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行动自如 原来被撞的骑士罹患 土耳瑞士症罕见疾病 独自住在台中 不得不冒着危险骑车上街而出事 驾驶虽然同情 但不免质疑这样能骑车上路吗 我们会做一个那个残障鉴定的小组 对于他们症状他本身的叙述 那个医生所开的内容 我们来做一个综合的研判 经理单位强调 身心障碍民众口罩都会有鉴定小组来审核 但除了高龄驾驶 目前自用车机车驾照属于永久照 没有换照重重的机制 形成了灰色地带 也让街头出现这样的惊险画面 这里台中报导 一名张姓 请你 继续 请回萨 请回萨